一開始是想要轉換工作 然後去考一張英文的證照 所以就去找所謂的補習班 然後就是現在多一證照很 感覺上在轉換跑道的時候很實用 所以我就想去找補習班學習 然後一開始只是想說只要鼻試有過就好 就是學聽跟讀 然後就是報名類似的課程 但是後來學著就是聽老師的教學之後發現 好像只有聽力跟閱讀只是只會考試 它是不太有效果的 然後就建議我們就是繪畫課也要學 然後就覺得反正都要去考試到學習英文 那就抱著嘗試的心理 然後就是連繪畫課也去學 結果後來學著學著發現 繪畫課比學習考試的課更有趣 一開始不知道 就覺得老師 一般是進去補習班 然後課本的老師都是都好 然後老師教什麼就學什麼 然後老師就有說 他教學的方式都是照 長春層體系裡面的書籍 然後還有學習方式來教我們 那老師基本上也是從英文從頭學 這次開始學習 從Caking Girl 然後從書籍中籍 繪畫就是從頭開始學英文繪畫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繪畫課也就是用這條教材去學的 我覺得有個好玩的是老師曾經示範過就是 藝人分飾兩教 就是一般畫書它就會有A跟B的對話 然後老師一個人就在台上又演A又演B 然後把課本上的那個繪畫就是把它講完了 可是我們學生的話我們是 會找同學去實際去做所謂的英文繪畫這樣子 所以我就看那時候看老師示範的時候覺得 一個人也可以這樣子學英文繪畫 就是想A加B 然後可以知道說 英文的繪畫到底是怎麼樣可以進行下去的 就是這個方式還蠻有趣的 嗯? 好痛喔 嗯... Nothing's wrong, don't worry Something's up is wrong You haven't drunk your beer Just tell me Oh, everything's wrong It's always raining I don't have any money My back hurts I'm getting old This beer The taste is awful I wish I hadn't asked I don't have an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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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進步 就會感覺從KKB要開始學的話 會覺得 感覺上跟外國人講英文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講英文比較接近他們所謂的母語使用者 就是 英文會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覺得 在講英文會話上面也會比較有所謂的語感跟 就是那種情境感 會覺得還有進步 就是完全只是書本上的英文文字 但是現在變成可以實際運用到自己開口去講英文 然後碰到外國人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覺得 好像是我們所謂講台式英文 而不敢跟所謂的native speak 比較好相似 Copyrigh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警探 槍 指養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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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